真的不能给 来说说 同学有一个盗窃团伙 正在那儿作案的 民警抓着了 现场就抓着贼了 抓着俩 但是还跑了俩 让人想不到的是呢 跑的那俩呀 不用抓 竟然呢 四头罗网 原因嘛 你是说他们是仗义啊 还是蠢呢 咱们往下看就知道了 11月2号下午 犯罪嫌疑人李某和丁某 在沙区三下广场进行爬窃时 被巡逻民警及时发现 并当场抓获 爬窃协人李某 李某 他都是用列子 都已经伸到了 北海人里头 那些手机 都已经夹出来了 成了包包 夹出来 然后那个后 他牵着去 自如一个老婆 这个狱猎杀的童魂 他的童魂 他都是负责 都当到去北海人 你左边 直接都把那些群众 的事件当到 同时他也放置 北海人是车过来 发现他的一个转 明警从两人身上 收掉爬窃得手的 小米手机一步 随后两人 被带到杀去 于备路派出所 接受进一步调查 经过询问 明警发现 这是一个外地流川来鱼的 四人爬窃团伙 除了被抓的李某和丁某外 还有另外两人 说来也巧 正在这时 一名女子来到 于备路派出所 自称是被抓获的 两名爬手的亲戚 来打听消息 明警一和对 此人的身份 与李某丁某的 供述相吻合 正是私人团伙中的 一员 自投罗网 明警迅速将其控制 在随后的询问中 明警又从 这名女子口中得知 团伙的最后一名成员 正滞留在派出所外 等待消息 至此 私人爬窃团伙全部落网 目前警方已对私人 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